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步不同于以往的赶车上班 心中没有了那种紧迫感 便会多出继续闲诗来 低头看看花草 举头望望天空 甚至有时会呆呆地看许久 每期名曰 格物至之 可不是吗 正如老子所言 祸兮福之所以 福兮祸之所福 学生游记子女士的一篇散步时的作文 每每想起我都会忍俊不惊 那么在此我想把游记子女士的作文分享给大家 您也听听看看是否与我有同感 作文的题目是 一只猫带给我们的会心一笑 以下又是作文的内容 一只猫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会心一笑 最近我家周围不断地盖新房 我每次散步从那儿经过时 都会关心正在建设中的房子 好奇会盖成什么样的房子 想象着会住进什么样的主人 前几天我散步从一栋西房旁边经过时 看见两位工人正在西房门口磨水泥 那些天气很暖和 中午刚过周围很安静 突然我看见一只黑猫 慢悠悠地走过来 他从刚刚抹完的水泥地上横穿而过 集中经历干活的两位工人 完全没有发觉有猫在水泥上抹 直到那只猫呀 走到他们两面前时 他们才恍然贪悟 吃惊地喊了一句 哎呦真是的 那样子实在是太有趣了 看到我不禁扑斥一声 笑出声来 他们也无奈地对着我露出一脸的苦笑 还好黑猫好像故意给他们开玩笑似的 因为在水泥上并没有留下猫的脚印 我觉得新冠病毒蔓延以来 因为人和人要保持距离 所以新的距离也就自然地远了 拿我来说 面对不认识的陌生人 在看到那个情景的那一瞬间 竟然会笑出声来 好久没有这样的灰心一笑了 我不养宠物 但那一刻觉得猫太可爱了 那一瞬间的感觉 犹如春风拂面 一种新鲜鲜鲜鲜鲜鲜鲜鱼 谢谢黑猫 谢谢我做出散步的决定 哈哈哈哈 2022年初春 以上就是作文的全部 亲爱的朋友 您是否也感到一股暖流 涌上心头 今天的分享又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那么下次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